以赛亚书五十章 诗节 在黑暗中行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走有向前的意思 在黑暗中一个人不知道向何处伸脚 他寻找亮光却什么也看不见 也不知道将有什么事发生 他害怕自己被看不见的危险和仇敌所包围 真的 在黑暗中行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一个上帝的真儿女 他知道当怎么做 纵然他看不见道路 也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但他依靠耶和华的名 仗赖自己的神 神知道那道路 神看得见有什么危险 为什么他允许黑暗围绕我们呢 那正是要我们学习倚靠神 不要倚靠自己 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 让神来引导你 直到你学会了倚靠他的时候 他会再一次赐给你亮光 唯有在黑暗中 你才可以学习到怎样倚靠他 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 你们中间 行在暗中 没有亮光 当倚靠耶和华的名 仗赖自己的神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